近日小米在Redmi 8新机发布会上正式宣布 Redmi K30将是红米第一款同时支持SA和NSA双模5G手机 近日有万媒曝光了一张一次这款手机的真机图 从图片来看 这次曝光的真机设计确实与雷军之前公布的信息一致 此前雷军曾在微博首次公布过Redmi K30的部分信息 他表示该机不仅是红米旗下首款SA-NSA双模5G手机 同时也将是首款采用挖孔全面屏的机型 并且屏幕上方将有两个开孔 其中内置了双前置相机 另外根据图片显示 Redmi K30正面的屏幕还将采用双曲面设计 同时机身左侧配备了一颗单独的按键 这应该是一键唤醒小爱同学的AI按键 从目前小米的动作来看 该机距离发布应该还有一段时间 大家先做好心理准备吧